過年的大魚大肉一餐吃不完 反覆加熱也會吃到膩 陽明焦大醫院提供 將盛食大改造的創新做法 透過營養師和主廚的合作 以低澱粉 少油 少鹽 少糖 高鮮五大原則 創新俯虎 生風 快樂久久雞 花枝招展迎新春 鴛鴦臥臥壽司 以及繽紛鮮蝦杯等 五道美味又健康的年菜 其實我們這樣子吃一人份的熱量 大概是700多卡 700到800卡不會超過 如果是傳統的年菜 就是像佛跳牆 米糕 還是筍絲蹄膀這一些菜色的話 如果吃完一餐下來的熱量 高達2600大卡 所以可以將近減少了七成的部分 創新年菜是將中餐食材 結合法式料理精神 醫院也特別舉辦發表會公開做法 也是教大家愛惜食物不浪費 陽明交通道具附設醫院的營養室 跟中醫部門 我們就在幫我們今年過年的節慶 就安排了一些巧思 來構想說新的食物 那健康的食物又要好吃 所以想出了這些各式各樣 又健康 應該是很美味 我看起來是很好吃的樣子 這次發表會也結合了中醫科的茶飲 可減逆增加代謝 快樂過年肥胖不上升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財工報導 好嗎 呃 謝 停 0 0 谢谢大家